据每日邮报报道,一段视频显示,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·拜登,赤身裸体地向一位妓女,讲述了她是如何在游泳池中昏倒,一台记录她疯狂性行为的电脑被盗,可能是为了敲诈的故事。 纽约邮报、新闻周刊、雅虎新闻等多栽媒体,随后进行了原映报道。 这段视频引发了轩然大波,包括前阿肯色州州长迈克·赫卡比在内的多位知名人士,在推特上转发了相关报道。 视频中的对话发生在2019年1月,当时赤身裸体的亨特在拍摄完一段性爱视频以后,和同样赤身裸体的妓女进行闲聊。 亨特描述了她的第三台笔记本电脑,是如何在201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被偷走的,当时她几乎吸毒过量。 亨特称,她花了18天的时间在各个酒店的顶层套房间游荡,有时候一晚上要花一万美元。 盗窃事件发生时,她脸朝下躺在一个游泳池里,而和她在一起的人不愿意叫救护车。 她说,那段时间里有人偷走了电脑。 亨特继续说,他们有我做这个的视频,他们有我疯狂做爱的视频。 报道指出,如果这个描述是准确的,这就意味着51岁的亨特曾经丢失过多达三台笔记本电脑。 其中一台,她说,他可能是丢在了特拉华州的一家修理店。 另一台据报道,是联邦特工从前知名人士的精神病医生基斯·阿布罗位于马赛诸塞州的办公室收缴的。 而第三台笔记本电脑现在仍然不见踪影。 在整个视频中,曾多次与毒品和酒精成瘾作斗争。 听起来,亨特情绪激动,他说的很多话都含糊不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